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新出场的女性人物 海军中将豺狼 豺狼属于G14基地的这个基地长 所以说他跟贝加庞克应该是长期交涉的一个海军 这个人物造型讲实话还是蛮有特点的 他没有像贝加庞克那么的概念化的这个人物造型 他跟逃兔啊 茶团啊 就这些大将候选那个级别的海军一样 他应该是有对应的这个现实人物的 包括他这个妆容我觉得是蛮高级的 豺狼他有了动物但是没有颜色 其实我一开始在想豺狼能不能代表一个 尤其他这个柴能不能代表一个颜色 那豺狼就可以成为大将候补了 我倒希望他成为大将候补 吃犬之后海军之中又有一个犬 但其实其他中将也有这个全眼果实能力的出现 如果他的造型真的存在一个 所对应的日本的这个老演员的话 那豺狼是有可能会成为大将候补了 即便他没有这个颜色的这个属性 目前对于豺狼的这个猜想就是 全象果实能力者 狐狼形态或者是蜡狼形态 一个犬系的动物系能力者 云海军 敌波 保险 万 迡